诈骗集团的患用手法连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儿子也都受骗 柯文哲的长子在13号上网买书 诈骗集团假扮客服打电话谎称交易失败 要他依照指示操作ATM退款 结果一个小时之内汇款7次 知道说自己的户头怎么会少掉了15万元 财经绝被骗赶快报警 而警方在一周之内破案赶人 柯文哲也倾上火线喊话 要动人国家力量找出诈骗新手法 更厉害的诈骗模式 我们把它动用国家力量 因为过去NCC好像对网络都不管 柯文哲儿子精传被骗 市长老爸喊话 要用国家力量来抓新颖诈骗手法 存款钱少掉就知道了 他没有骇客先进入某一个公司 或什么的资料固定 再打电话给你 他就跟你讲说 你什么时候去买什么东西 费款出问题 所以听的时候非常有道理 一字一句替家人讨公道 时间回到12月13号 一名诈骗车手黑衣男子 拿着手机在ATM前按个不停 轻松领走大把钞票 当时受害者就是柯文哲的儿子 柯富瑶 当时柯富瑶在网络上买书 诈骗集团假扮客服 打电话扬称 没完成交易 得操作ATM退款 柯富瑶不宜有他到超商ATM 前后几次反汇出15万元给对方 直到发现户头少钱 才发现自己可能被诈骗 警方火速歹人 仅仅一周就抓到两名炸击车手 遭议员大酸 受害者关系良好 自己宣传政策 宣传到最后连儿子都不知道 然后反而被诈骗 破获这件案件 我认为速度是蛮神速的 在一个星期短短的时间内 要破案的话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你是不是关系良好 火速破案是应该的 被骗的人他是受害者 他会被保护 我要去处罚的是那些 那些在做坏事的人 整起案件 疑似因为电商网站 遭骇客侵入 交易个资才会外泄 这回诈骗车手 太岁头上动土迅速落网 接下来我们想杨文豪 台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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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